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五的亞洲新聞時間 今天星期五是13日,黑色星期五 但是今天就像陽光普照,外面的氣氛不錯 飛車過來開工的時候真的老闆暢通 最好希望在下面那輛車,浩月天的警告之下不要出來抄牌 但是恆子又沒辦法回到萬八點 昨天上升了幾天,破了一萬八千元 今天又下來了,情況真是麻煩 跟政治局勢一樣,周圍都被文藍風險四起 我們稍後會講講耳巴的問題 但是你剛才開節目的時候想講講拔萃藍生的問題 你覺得是不是有些疑點呢? 是啊,我昨天去吃飯,不知為什麼 每個人都看的話題轉到去,七日七夜,完好無缺 很多中坑、大媽都說 喂,我行山,我行半天,我行半天 我都被蚊子咬到我飛起 他說七日七夜,真是很奇蹟 這件事本身有奇蹟,而且一看就知道他是可造之材 認真說,他那天找回的時候,我家真的跳起拍手 因為大家都知道實在太久,中間經歷過一個九號風球 是啊,你的疑點就是,七日七夜是不是在山洞裡 我也是在山洞裡 因為如果是這樣,因為很多做過的行山人士,很危險 很危險 很容易被蚊子咬到,三天都被蚊子咬到,很多時候 因為你肚子餓,沒有東西吃,你就暈倒 一暈倒,就躲在地上,一躲在晚上,野豬、野狗、蛇蟲、鼠就出來 所以唯一值得賺就是,一定是我們那些郊野公園做得非常之好 沒錯,這個一定的,另一個疑點就是,他可能未必是八日七夜都在山洞裡 其實我們不應該再評論,因為現在警方就說給他們一些空間 大家就不要發佈很多猜測 我們講就還講,很多群組跟那間學校有關的,有時發佈了一些訊息出去 很快就自動刪除了,就說不要再說了,給些空間人 是啊,給些空間,希望他和父母就好好處理一下,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如果我投票呢,你知道我們做爸爸的那些,就叫做家和萬師兄 家和萬師兄,算了,兒子不要追計了,開飯 不要提,開飯 另外一宗新聞,你有沒有聽過一間叫做一團豬手連鎖店 沒聽過,我也是那天聽過,原來忽然之間有十七間分店 現在就陸續結業,當中原來有些人買了套票 那些套票就不能兌現了,去訪問那些當事人 他們那些都是連鎖店來的,即是都是特許經營 即是說你想來經營的,我就給一個Fanchise 問他們的時候,他們都說,問題就是現在生意很難做 大家都以為疫情過了,通關之後,一片好景 但原來恰恰相反,我們差不多說了兩三個月 原來恰恰相反,通關之後,疫情過了去,接著就很大件事 市道不遲如期,結果就被迫要結業 即是這個都是看到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那你經營還經營,即是你都要漂亮下台 即是很簡單,你做Fanchise 即是有時候,開完工收錢,收不到錢 追尋美期,那你不可以說走路 即是走路,你通常給他漂亮一點 你說什麼,你講這麼貼心的事 即是說,阿成好像給臉,這是人工來的 因為你不可以說,真的減不了你,給臉 你不可以,有Apps都不回覆之類 即是你如果結業,經營困難 那你都要交代清楚 不是說不讓你結業,不是說不讓你失敗 但你不可以這樣走路 即是你辜負了別人的先行未來前 人家一早就支持了你 你怎麼都給我說話的人 譬如說,你相信我,你保留那些一條豬手 或者你可以在WhatsApp說,我有困難 我講我真實的情況 我現在就不斷追加一條數 他每次就隔了兩三天才回覆我 每次就是回覆我一個這樣的手勢 已經幾個星期了,那條數就很少 我都覺得,如你所說 認識了幾十年 大哥,你不要玩 那條數是很小的 很小的 不過你的問題就是 我始終是交了一告 我做了事 你不可以沒有拍的 我幾條數 還有一間很大間出版社 交了半年 那我偶然去約稿 我都寫了一篇給他 那你沒理由 今年四月那份稿交了 十月都沒有 我都知道那間出版社 是半年才能夠撤糧 半年才能夠撤糧 你都不要沒有拍的 所以就奉勸大家 如果大家想寫東西賺錢 就要考慮清楚了 我跟很多人都談過這個問題 考慮清楚 你說 要是借錢不還 借錢給人 那條一是沒有拍的 那就算了 借錢出去就預了沒有 那就是 你借給朋友 你就要有一點點心理準備 他不水盡糧絕 都不找你渡過難關 那他也不會走路 但是做事還做 你不出糧 難道他好過問我借錢 他遲到也有困難 都會問我借 但是借還借 借還借兩萬兩 好了 那我又講回一個五話題 話說我有一個朋友 是開的士的 很上宿的 那他那天 打9號風頭那晚 他都趕快拿了車 就出去做生意 嗯 那跟著就 如果有聽我的節目 之後 我講過他之後那晚 又來了找我 中間又有個鬼故事 那我不要說了 那我跟他吃飯的時候 我問了一個問題 其實你保險的問題是怎樣 9號風球 你有什麼事 好說不能大吉利是講的 如果9號風球 10號風球 你載了一班客人 然後在橫風橫雨之間 反了車 失事 那有沒有可以賠 第一 你輛車一定不能賠 第三者保險是沒有的 第二 車上的乘客都很問水 因為10號風球 如果第三者保險 是啊 那就比較困難一點 今天那天他就跟我說 沒有的 自己搞自己的 如果你的車那晚 9號風球 灰花了 有什麼事 沒有得補的 第三者保險都不補的 好了 跟著 現在有一項新聞出現了 訪問了個保險業界 嗯 他就說不是 是有得補的 是有得補的 但是呢 你要買全補是有得補的 嗯 他後來講了 全香港的的士 只有兩成是買了一個全補的 因為全補的補費是貴很多的 是 你買了一個全補 就10號風球 9號風球什麼都補了 我們私家車多數都買全補的 是的 私家車車經貴 但是問題是 10號風球補不補的 我沒試過 我問過保險 保險都是這樣說 有得補 是 看你買哪一支補 是 看你買哪一支補 那我 因為我就是前七 我就是買第三補 是 就是撞了就算了 你10號風球應該沒得補了 就是第三隻補 但是呢 那沒得補的原因 沒得補 那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職業司機 就不應該在8號風球之後 出去人的意思 可以這麼說的 是不是 那就是 因為現在你跳了一輛車 都對大家都沒有補償 就是鼓勵 所以說 一掛爆了風球 不論政府 都鼓勵說 你們應該躲在安全的地方 不要開工 是 所以地鐵都立刻停車了 是的 立刻停車了 等你們就在荃灣西站上 比較安全 安全 安全 但是呢 如果你說不補的話 很多的士司機 其實他都說 我也想出來的 不過因為沒有油 沒有地方打氣 其實他都不 就是9號風球 如果想做生意去幫助市民 保不保險 他們都不是優先的話題 其實都解決到 是 就是說 他是因為 沒有地方去打氣 因為你很早說 八號風球 你說八號風球 所以 早間已經休息了 然後 晚上想去拿一輛車出來 其實沒有地方打氣 沒有地方打氣 油站都 都關掉了 其實他都沒有所謂 八號風球 都照做 都照做的 有人照在這裏 不過八百元一位而已 都照做的 現在Huber都照做 不過是貴一點 的士業界 也是對保險的那位 受訪者就說 若然你想買全保 就麻煩的士 就要加價大約兩成 有時候的保 你說買了 有時候 條文就是這樣保 那樣不好 最後搞到 他都不用保 但是有一間 旅遊巴公司 他們聽到 滯留了 是啊 異載 非常之厲害 那那個是不是很危險 又異載 又什麼冬瓜豆腐 又沒得保 沒有的 就是有一點 都要自己硬吃的 難道他旅遊巴是 全保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就是說 那些事情做和不做 就是由你決定 沒錯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些事情 你想做好事 有時候要想清楚 後果 是啊 其實如果 你那晚九號風球 有什麼事出了事 是有問題 港鐵為什麼路天停駛 可能也是跟這些有關 可能那輛車 如果九號風球 在那輛車出了有什麼事 保險就不保 是的 應該都是這樣 但是問題 你都沒理由 把那些人留在全環鬼站 你都走開了 就是說 走完這一程 不要乘客截車 最後一班 最後一班 走慢一點 或者在荃灣西閘裡面 有多些東西給他們 坐下 直地移坐 有些水 茶點 招呼 那時候他們說 你可以找那輛旅遊巴士 他們有的 以前不是說 有的 失靈 失靈之後自己訂車 分山人 這當然是港鐵做的 港鐵做的 自己訂車的 你撒下就算 喂 九號風球 我收高三站 喬緊那個豬手 面都關門 一團豬手 都關門 九號風球不做 不如大家說公道說話 那晚九號風球 那些人不是滯留在全環西站 其實風又不是很大 你想想 如果當年那三竹那些怎麼搞 那時候又不是 那時候又不是 以常識來講 九號風球馬上停洗 你說你對 但以常識來講 你真的沒有常識 沒有常識 沒有常識 即是照個程序都說 起碼送人的情 屌不准通 我搭載的士 喂 九號風球 小巴全部下車 這樣說 在高速公路橫風 那你收了 那你有沒有收人錢 收不收錢 你出閘 所以特首都說 這次的事件又不是好 不是 那些水平真是差 那香港不是今天 第一天打擾到風球 吳家慘 沒錯 看見都火灌 你這樣做事 那些港鐵真是 好了 另一則新聞 由東方日報報導 就是說 入境處近日採取一個代號 叫做火刃的大規模 反非法勞工行動 首次發現 有犯罪集團 利用清潔公司 在香港招攬客工 向五十多間的餐廳 提供外判的清潔和洗碗服務 涉及一千七百萬元 原來這個做法是可以 你向餐廳提供外判的洗碗 清潔服務 而你用的是黑工 因為黑工就不用跟最低收入 最低公司 總之我判了你 我就幫你清潔一間餐廳 洗碗給我 我用什麼人你就不要管了 也很嚴重 如果說外判 我們做飲食業的 我渣不知 我請過洗碗兩皮食物 一個月 那你就五千元 你給了一支 那他在舖上洗還是 應該是 應該又有暴走 所以他現在 應該拿走 打發力 在他的工場上洗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你也要把清潔的 這些黑工是什麼人 這些黑工是印容 現在抓到那些黑工 印容 即是香港做融工合約來香港的人 即是透計過來做 也解釋了一件事 為什麼兩萬多元洗碗 都請不到人 明白了 說真的 兩萬多元洗碗 怎麼會請不到人 我也想去洗 老友 經常都說 為什麼清潔工又沒有人做 洗碗又沒有人做 侍應生又有人請 現在一理通就百理明白 原來有另一個渠道 疏解了這些東西 開始清了 以前我初初以為那些是機器洗的 什麼 我們有人曉過 上載所有人 打包 一整整整整整整的 那有機器洗的 他們就要拿機器洗 拿回來 怎樣洗你不要管 洗乾淨的人給你 新的也可以 沒錯 總之你不用請一個人洗碗 你不用每個月用兩萬元 月新請一個人去洗碗 這些不能這麼洋 實在穿 我不是很明白 即是你到處去弄 那些茶餐廳 我幫你洗碗 今天人家做一萬,你就收五千,那為什麼你這麼便宜都做呢? 很容易就知道的,然後印容就傳傳,這些應該都吃了很久 我想跟你說,這個運作模式應該經過很久很久了 怎麼會解釋到那些事情?為什麼很多工說到處缺人,但個個都找不到工作做這個問題? 就解釋了,真的兩萬二元洗碗排隊做,但是沒有的,這些職位只是傳說的 我覺得問題就是這樣,解釋清楚了,希望政府繼續掃蕩,因為學東方日報的頭條都說得很好 他說是打擊基層的生計,你又輸入外勞,又用這些東西,你經常說工沒有人做 其實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做,特別基層的工作 那幾個非法勞工,非法手段也沒有辦法,他違法,即是搶食,他真的搶食 所以要多些打擊,這些就寓而必報了 你看到這些外勇明明的姐姐來過,印容姐姐,非用姐姐,躲在這裡洗碗 為什麼在一個工業大廈裡面洗碗呢? 通常印容在家裡做的,無端來工的大廈呢? 那你就建而職步,或者幫忙 為什麼你去一間餐廳裡,有人說英文跟你落單,有多高級餐廳呢? 咦?為什麼去菲律賓洋呢? 其實很多人心裡... 巴沙地帶的過百萬人口,在24小時之內,就移到南部 因為應該在24小時之內,就會在北部地坑發動一個大規模的地面 外界就猜測,以色列就召集了大概36萬號備軍 我剛剛看回資料,原來以色列的官方是沒有公佈過 從來都沒有公佈過他們的軍隊的數目 他們全民皆兵 對,所有的,你說什麼36萬志願軍,他們的部隊有多少 全部是由西方媒體猜測的,他們就全部都不公佈和哈馬斯一樣 你不說我做什麼,我不說你做什麼,因為情報問題 似乎就發動地面戰就一定會了,生靈塗炭也都必然 我自己看到,我都覺得很傷感,很傷感 有些說法就是,你搞了巴勒斯坦人這麼久,人家反撲 但是,去反撲的手段都是很過分的 我不是很明白的,我都上星期三和Galry談開 當然很多眾說紛紜,個個都在那裡,因為呢,外交問題嘛 你以色列跟沙特建交,哈馬斯是一條戲不相信,破壞 破壞,為什麼用這個方法破壞呢? 通常,不是說恐怖分子,你都要用某個手段,是達到目的的 譬如,我要錢,你沒有目的,這樣我就拿到錢,打劫他的 我希望大家引起注意,我不滿意見交,我就這樣做 但你這個,他策劃到那個特集,完全都是不可理喻達成目的 有一點就是私人仇殺 不知道,是貪得意,不是貪得意 整一些事情,搞我你,你稍為有什麼腦筋 你說,那是以色列來的 他比你狼狼狼狼狼 什麼死你,你卻騙了,就是很困難 那條不是交道,你就在發脾氣,不知道發甚麼脾氣 我想呢,那條招就不是表面看那條招,是很招的 就是招中招局中招,其實很老實講,沙特拉伯和以色列所謂談什麼外交,有排都未成,實話都未有一撇,是美國佬自己吹出來,成功了,好厲害,我們要入店了,敬哥,他吹出來的 那你倆約超雲和上工之後,這陣子就不太妥,約出來吃飯,吃一頓飯就可以了嗎? 給面子吃一頓飯,然後就各國做,那條女兒發脾氣,搞得亂了,現在所有的事情,我都不能置疲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所得到的資訊,其實不是一個充分的資訊,或者是一個完全的資訊,我們都不知道 全部都是一些什麼不捨,透露出來的,我經常都說,有時候你看一些新聞很觸動人心的,特別是很觸動人心,還是傾向某一邊,這個必然 有些傳聞又說哈馬斯進攻以色列發動,我稱呼作孔雜,我不會不稱呼作孔雜,因為他們屠殺平民 又說他們拿著武器,是西方武器來的,就說是烏克蘭賭賣給他們的,那件事非常複雜 然後現在就發動地面戰爭,似乎生靈塗炭在所難免,之後發展會怎樣呢?沒有人知道 這次孔雜又不像哈馬斯的風格,去到這麽大規模,好像想打仗 打仗地面戰爭,那你一打仗,你真的不夠以色列打人,所以我也不明白哈馬斯這個組織 不過唯一網上的傳媒評論說,說回1948年以色列立國的事情,怎樣跟巴勒斯坦千年的仇恨 大家就了解,有時候種族的問題,各族的問題,千絲萬縷 我們沒有辦法,我們沒有辦法知道的,我們經歷過過去幾年,都知道什麽叫仇恨 是呀,無厘頭出現的,即是很無厘頭的,無故無故,完全解釋不到 人家還搞了一千年,所以都很難搞的,所以聯合國都呼籲,你不行的,24小時,100萬人 是呀,人道災難來的,你那裡已經斷水斷糧,什麽都斷了,斷電斷網 不知道是不是要百倍償還,我不知道這些,我用回我們國家的口吻,希望雙方克制 停房先,如果這樣下去,就很大件事 沒有呀,即是他,唉,即是現在,我也不知道誰借這些椅去搞談這件事,誰得益都不知道 有人賣普京的,那些軍火箱都可以,如果他不賣給巴勒斯坦就賣給意色列 我都不認識的 大家都只是說著先 不過就像你所說 今次這件事令我心起911 真的好像911 有這麼大的平民百姓傷亡 其實真的 我不認識的 我不敢去評論 我真的不認識這件事 我真的不認識 不知道他們有什麼來龍去脈 即是你講 就是為講而講 給個說法出來 我唯一知道的事情 在我心裏面 就是我見到很多平民百姓傷亡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你911 我也不認識 做了這件事出來 不知不知做什麼 完全達成不了目的 即是你搞到他整個伊拉克 沒有了 喉塞因倒台 關他什麼事 沒有了 阿富汗就在阿拉魯飛起 阿拉登就被人家 整個阿拉魯又亂了大難 阿拉登就被人家 斬首 含包散 然後後塞因倒台 然後阿拉伯之春 不開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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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唯一想講的是 其實我們知道的事情 不是全部 只可以這樣講 一定不是全部 究竟中間有什麼 真是沒有人知道 你說是不是很偶然 我又不相信很偶然 因為這些事情牽涉到 一些很大的外交角力 但是 真是否可以這樣輕易做到呢 屠殺平民 是否用這些藉口去開展呢 我不懂 即是不懂 即是你 現在西方和印度 即是那些 視中國為敵的國家 成了炒作 什麼一帶一路 根本是債務陷阱 找你拚 找你拚 幫你沿途的國家 蓋基建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是想收購你們的產業 令你們欠中國錢 從而控制你們 好了 我觀問和你們說的 是否正確 我講我的心情 這樣都起了出來 唉 你們老美 你們之前不搞的地方 不是這麼落後 你不是更慘 你被人家在非洲 連自己在古巴 搞美國企業 吃到人家 炸幹炸井 什麼都沒有 現在香港很多人 包括在家裡用飛鎔 飛鎔是一個 跟美國識識相關的國家 菲律賓打二次世界大戰 之前是一個很強大的國家 在亞洲區 是強國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跟美國好朋友 是美國一帶一路的重要盟友 或者在海帶上的重要盟友 我們在印尼 菲律賓 好了 中國的一帶一路 在沿途 幫他們設基建 在高鐵 那都要付錢 那你說 陷阱來 那你不搞 他又沒有 你搞 是不是 那你搞 我不知道你又要不要錢 就是我們以前 就是幫電視 某間電視台合作做節目 那他就說我沒有錢的了 那資源作價 那你來那裏拍 任用 那別人說 你玩笨的沒有錢 那你又沒有錢 他又不肯付錢 他又沒有錢 那大家沒有錢 那你用一個方法 叫做資源作價 都搞壇事 就是都做了 真的 用心做 就是他任做 還不可以照計算 他算到很貴 那你就按回他 不行 你租工廠給人 1000元一個小時 你還要租給我2000元 那 租多兩天 那你就談 怎麼會 那你始終生意都是談出來的 是 你說不公平 那裏就給少些 那兩家都是 大家都沒有錢 大家都當然拿最有利 就是最槓桿原理 給最少拿最大 他錢都不給他 我就給工人 給工廠 給時間 你任用 那你就出竅 出竅出面 拉人 那人工都沒有了 你就拼了 你不就沒有工開了 現在都是一樣的 沒有工開 你埋位做 拿最低工資 收得成了 賣了給錢就有錢分 有錢分 有錢分 一樣有錢分 好景的時候 你找笨 我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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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愚蠢 你就要做的了 那些人現在攤到明 有些人攤到賺美 有些人說 我拿了個基建 我可以發為 起碼這個 起碼那個 那個國家 起碼那個電視台 都起碼幾十人開工 餐廳正在開工 然後有些投資者走過 餐廳起碼有人吃飯 我什麼都不用看 如果你去看工廠公司 最好看餐廳 餐廳 餐廳不含 就不會騙你 起碼有人開工 給大家參考 最近 不要說一帶一路 印尼 這個阿加達的高鐵系統 就是在中國的協助之下完成了 好了 現在中國和他談 第二個就是把阿加達連到四水 好了 我覺得一個問題 印尼這個國家 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 印尼很多國家 在之前 在中國 很介入之前 其實他是日本的半植問題 如果大家知道 那麼日本人 懂不懂建造高鐵 懂不懂建造新幹線 大家在日本見到不少 從小到大都是 那輛子彈火車 很漂亮 好了 為什麼日本又不幫助 印尼發展這個鐵路呢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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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嘛 中國是他的 不知道 二分一 現在人家完成了高鐵系統 那需要付錢 那當然要付錢 有錢 好了 你又說債務陷阱來的 你現在就逼印尼欠中國很多錢 說不通 這些債務陷阱是以前的 是呀 是呀 理務陷阱 他把所有的國際貨幣基金 把所有的組織 把所有的組織 全部放在那裡 然後就借錢給你 越借就越多 越來越深刻 就吃掉你的公司 是呀 這個是以前 阿基山甲都說 為什麼這些發展國家 是越發展越窮的 嗯 越發展越窮的 大師說得很對 根本就沒有東西是中國人原創的 中國人對於這個 才技技巧的原創力 是等於零 我們所有東西都是學利的 你千萬不要說我們搞虛擬貨幣 我學你的 你先搞的 你千萬不要說我們搞債務陷阱 是你先搞的 千萬不要說我們搞制裁 制裁你沒說 是你先搞的 我們全部都是效法於你 你設定我們的大宗司 即是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很差 當然 人家不是不想合作 你貴的嘛 你即是日本好東西 德國好東西 你都貴的嘛 我最記得 前幾年有一次氣候會議的時候 印度的能源部部長 就說這個西方國家的問題 就是你叫我們印度 用再生能源 木化能源 喂大哥 我們現在剛剛經濟發展著 你們發展了 上了岸 你們當然什麼都可以 你們現在要我們發展中的國家 工業飛騰的國家 用你們那些很昂貴的綠色能源 喂 你也說一下道理 你也不用搞的 工業都移到我們 你當然是綠色 可圈可點 現在又遇到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擦亮眼睛 有些事情有很多種說法 你說債務陷阱又可以 你說幫你起基建又可以 你說我想貪你的國家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講了一樣 那裡起碼有基建 至少有夠東西先 至少有人有公開 原本是 本來沒有人 沒有 你躺在那裡說要問 沒錯 我都說我很多藝術藝人 說出人有什麼想法 有有有想法 不過就沒什麼水 沒有水都遇我 起碼在記者之代會 出來都會說 在開工 興鄉很多 你在家裡吵嗎 你家裡有 沒關係 就靈界 會慢慢吵 我正在吃面那一陣 你想出來 出來 搞事情 你真是舌頭讚美 大家都舌頭讚美 你肯下答 不要說我找你笨 你肯下答 大家經常搞 免得大家找你笨 現在就是西方國家 說你經常找人笨 是啊 接著就 你想講一部電影 是的 這部電影我們有參考價值 看電影我們通常 已經說好看不好看 我們就看看 這部電影對我們有什麼 參考價值 我們就看了一部 很低成本的 就叫做 玩謝華爾街 就是講那些散戶 那就是真事 Dumb Money 2021年 有一批分析師 就說 這隻GameStop 被人沽空 被大鱷沽空 基金沽空 砌下 他說不是 這隻股票可以 沒理由 沒人砌下 不是這個價 不應該這樣 你砌下它 然後塗空它 吃掉它 他覺得不應該這樣 在市場上 發起說 就是玩過這間公司入市 那麼 初初都問 你有傻子 那他老婆就罵他 你入了多少 入了我們整副身家 哇 反面想離婚 那麽就是 然後那些大鱷就笑他 有人入貨 那麽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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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那麽 這件事呢 就拍成電影 就是 單一這件事 已經有很多分析了 嗯 就是那些散戶 不甘心 經常被人力購買 anı 是 即ivil 華爾街是有好人的 聚在一起就做了一件好事了 有很多事情 整件事出來那部電影拍到 又拍得很清楚 整件事就很善良 很善良的人 通常我們經常說 不要和你的投資發生任何感情 不要和你的股票發生感情 有錢你就放 每個人進去之後 跟分析師聊天 究竟放你不放呢 你不是想著和兒子醫病嗎 你不是想著去讀書的 加學費 你不是想著去旅行的 老虎都放啊 想想想 到最後那一刻 不捨得放 他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平時他炒股票 就想著價錢而已 價錢而已 價錢就放了 升成百幾倍 這次忽然之間大家想到 我們做了一件很有價值的事 講一下價值 整件市場 對未來的投資人 未來的華爾街 未來的股票市場 我們好像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每個人都不放 不放都賺少了 所以整件事 看得都挺舒服 那部戲 他又不是拍得很誇張 又不是拍得很激情 又不是華爾街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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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的散戶 家裡都有困難 本來是借股票市場去撿些些 幫補加計 到最後 所有散戶聚合在一起 原來都做 即少成多 是真的做了一個奇蹟出來 但是奇蹟 可一不可再 做了一次之後 那些華爾街之狼 知道要怎樣 因為中間也有些玩 忽然之間網子斷了 上不到網 不知道分析師 接著放還是不放 什麼位置走 就是人家動你 去撿你 都有一些危機 那整件事 對於 尤其現在 在互聯網上 人本來很碎片化 很微小 在谷貝市場裡面 大家都希望 拿一些好處 在鱷魚的牙孔裡面 撩肉來吃 那原來都不是的 就是 只要大家集到力量 認為那件事是對的 打到這些權威 打到這些大鱷 不用一定佔領華爾街的 不用一定佔領中環的 一有機會 大家是做到的 只要大家有一個很 回到初心 一個很善良的願望 原來世界上 還有很多好人 那我覺得是 挺好看的 挺舒服的 就是看完之後 大家可以很討論 就是這些戲 可以給一些 中學生 高中生 看完之後 大家認識一下 OK喔 如果你這樣說 有意義 因為你剛才說的 我也想跟你說 美國最厲害就是這些 他發明的 資本主義怪物 是不可以容許這些 不是啊 他最厲害就是 將一些電影 將一些事情 去美化 我經常說 真相 又不是這樣 是 最厲害的 我也不是說不好 這件事是好 起碼講一口 一口 現在沒有了 現在不會再發生 這麼簡單嗎 是不是 現在最近社會上的雞棚 我很大的雞棚 某程度上就是這些 就是想集合平民的力量去推 反中心化金融 是啊 反中心化 是啊 他們都有一點點 是用這個做藉口 就是說 用大家的平民的力量 是 集役成球 對抗 還有一樣 我們不玩股票啊 這些股票都是給大學玩的 我們玩自己的 玩虛擬貨幣 玩物幣 類似的東西 所以 我們那次 剛才拉起條根 就說 可以啊 十四億元 十四億元 物幣 大事件 拍電影 我說 我經常想來想去 都想不到 怎樣講這個故事 是吧 當然 我就馬上去看了 這樣 都 可以啊 用這個方向 但是他這件事 簡單 中間很分明 是 大衛打哥利亞 散戶打大岸 但是那件事不是的 那件事就複雜了 幾個層面 那件事有少許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 很複雜 又可以加一個觀點 就是說 去金融中心化 去貨幣 美元化 諸如此類的 他講到很漂亮 那件事呢 玩隻華爾街 都是有些羅賓漢的色彩 是 我們是羅賓漢 專門劫富製培 打到那些權力 但是他那個JPS 都可以說成是羅賓漢 他們都是 可以說得很漂亮 為什麼一定要用你的貨幣 為什麼一定要跟你玩 為什麼要玩股票 我們常常都說的 那個是可以的 我們玩傳統股票 割九菜 我就插一些新旗 我就新的東西 跟你玩過 其實一模一樣 所以那部戲看完之後 可以再想過 再想一下 那件事容易寫很多 JPS 大事件 十四億大事件 難寫一些 中間分明的地方 就是這部戲劇 戲劇要找一個 反派位 戲劇就有中間分明 現實世界哪有 好複雜 好了 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